南大市的荷山社区 自重参加社区小企与结果了好 不断进步 受到国家的困境 今年8月份代表南老官参加 卫生合理部 资产国社区变赢比赛 在建议祖地区有点的合成者 观众里面前 代表社区大红棒 也祝国勉礼赢报 以及社区的记录 大家做回来哭唱 观众来为卫生社区大红棒 敬礼赢代表南老官参加 卫生保全国社区变赢比赛 并在这号座来地区有点的合成者 我们福山社区参加我们卫福部 社区的基优比赛 地区真的好的成绩 我们卫福部 特别有办法赢了我们的奖金 所以观众特别来这里 来给大红棒恭喜 我们希望这个成绩 能够继续维持价值 来照顾我们这些老大人 让他们的贵度更加幸福 更加溺烈的 我们到企业赢社区 经过七年的时间 不断的努力之下 竟在参加小企业各位之后 大大进步 受到国家的困难 除了从老人照顾 这个做到完整之后 开始几位立东青少年的部分 希望来照顾社区的每个新闻 在今年小企业的一个仔细化 我们在暑假 也开办了暑期的儿童客服 也实质的照顾到我们地方的一个弱势家庭的这些小朋友 对老人儿童 全方面的照顾 还有我们地方的产业 这个产业推广 创新回归福利计划 就全方面的来对社区做一个照顾 那大家一起来 让我们的山上能够动起来 大家对这个社区就觉得越来越有相信力 我们的理事长跟所有的他的团队呢 花了将近七年的时间 在今年开发结果 能够得到我们的优等奖回来 那这个都是在全国啊 非常的不容易 在长照的照顾上面呢 他们真的是很用心 我也觉得说蛮开心的 除了南岛七何山社区 在到好省纸一晚 今年南岛馆来 有参加为何保全国社区 并感比赛的社区 也都分辨在无缘作为 来得到不错的心意 竟然跟創下团来第一次 全国参加的社区 都有在中的价值 也让大家看到团来 完成的社区好理发展 来打造幸福的南岛馆 记者领算彩虹报道